演员起就位 霸桶来了 本季赛之增加了演员抢决的竞技感 您如何看待主动争取角色的演员 演员的工作其实很被动的 没什么精力争取的 就我认为如果你争取不到怎么办呢 那个角色不是你想要的 你更要把他比较好 你可以吧 我觉得 对于演员抢决 您有什么角色上的建议吗 我觉得你抢到 真的抢到的你发现 就顺着你的优点区别吧 我反而发现如果你抢不到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克服你心理状态 这个是比较含的年轻的演员可能 但是一定要坚定一致 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偏好的演员类型 本季演员请就位的演员名单中 您熟悉的演员多吗 年轻演员有合作过的人 专门结合我认识 你真的不做大部分不认识 那您会看待 没有一部代表作的这些参赛演员 我觉得不重要 你完全没有代表作 你出来一下可以把他们全部计划 那你就厉害了 您在本季节目中最想拍什么类型的片子 通常我自己是想找不同的题材的 你知道吧 但有一个就比较困难 我不知道我拍小时代那种 不知道会不会拍 你知道吧 但真的叫我拍会 会接受一个挑战 您特别想要翻拍 哪位导演的哪部作品 有一个导演的作品 我都想翻拍 但当然就是赵薇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从小看我的戏长大 我从眼睛看他的戏变老的 对吧 所以也还没合作过 就趁这个机会跟他合作吧 请您用三个词来 安利大家来看我们这个节目 有 好戏 看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您最喜欢的片段 和最欣赏的演员分别是 我印象最深的是包文婧 他重演那段天下无贼 因为刘尔因演得很好 但我觉得他去看那戏 他重演一次 他没有比他弱 这个就很厉害 拍电影剧多的您监制了网剧 您如何看待新生代演员 王一博和张艺杰 我监制王一博的 跟张艺杰的网剧是 17年底 当时他们更小 我觉得王一博非常稳 所以我一看他 当时这个人能力很大 你知道吗 那种年纪非常稳的一个人 张艺杰就厉害了 他是非常活的 灵活 所有的那种古装 时装 喜剧 那种所谓的小 小自戏 就是调皮的那种 完全没有问题 我也很期待看他们 现在就三年之后了 他们成长之后 进了多少 我这两个人都很喜欢 我很期待看这次的专业 我看看他有什么专业 但我这次会认为 最大人的东西 也就是 宣伤的 但我可以认为